來 李正浩 怎麼樣來看現在國民黨 因為不分區 這是破天荒第一次 第一次 竟然有人被剔除 就是張顯耀 不過我們也看到 怎麼會有人不同意票 大於同意票 結果還過關了 但是我對你告訴大家 這是有史以來 最機密 最公平的選舉 來 你怎麼看 小明明 我來講 國民黨不分區投票是這樣子 他不是包裹式來同意這個名單 是每一個人每一個人來投 到底有多少同意 多少不同意 那他的規則是這樣 不是說不同意票 高過同意票就剔除 不是的 國民黨規矩是說 出席人數有多少 要出席人數過半不同意才剔除 所以以這次為例 出席人數是一百八十九 要過半九十五位不同意 才會被剔除 所以張顯耀越過半 有一百零六位不同意 所以被剔除 可是裡面有很多很爭議的 譬如說車一進 救國團主任葛永康的老婆 他被不同意票是八十九個 同意票是六十七 他的不同意票比較多 同意票比較少 可是很可惜 我要講很可惜 我真的很希望他被剔除 很可惜 因為他的不同意票只有八十九 沒有超過九十五 所以他 safe 沒有被剔除 還有誰呢 范成蓮排第十九名 是個台商 他的不同意票 八十九也是八九 他的同意票是七十五 所以說他的不同意票 也沒有超過九十五位 所以他也沒被剔除 這個是規矩的部分 可是問題是這個影響在哪裡 就是說這個部分去影響 影響在哪裡 國民黨每次選舉總是被夾殺 有狼有虎 一般來說前有狼是民進黨 後有虎是親民黨 每次國民黨都這樣被夾殺 這是不得了 國民黨一樣前有狼後有虎 前面狼是韓國瑜 後面的虎是吳敦義 現在國民黨是被這兩個人搞垮 是被這兩個人分死 過去我們說我們很害怕韓國瑜當選 會有個草包總統 所以人民不想把總統票投給國民黨 現在國民黨不想把人民不想把政黨票投給國民黨 是恐懼有統派立委 所以說國民黨的支持度就在這兩個之間被夾殺 就消失殆盡了 國民黨之前還想拚過半 還認為我們在立委席是有六十幾席 你這種部分區提出來 你怎麼可能會有六十幾席 你能不能維持四十席都偷笑了 講白了這種部分區名單至少掉三席或四席 我們說邱宜很可怕 邱宜一點都不可怕 邱宜進到立法院後他唯一會幹的事 就是在媒體上每天罵人 每天爆料沒別的事 可是吳思懷進到立法院之後 他是會進外交國防委員會的 他是去審國防預算的 他是可以看到國防跟外交秘密預算 跟秘密計畫的那個人 吳思懷是會去在對岸 教對岸解放軍如何對抗美軍的那種人 吳思懷會是那種公開說支持統一有錯的人 他這樣的人進到立法院 他的破壞力比邱宜大太多太多了 邱宜只是形象不好 邱宜只是支持統一 這是他個人選擇 可是吳思懷進到立法院之後 他是會直接進到國防外交委員會 搞不好下一個封殺我們跟美國買軍購的人 就是吳思懷啊 下一個提案說我們希望跟解放軍多往來的 可能也是吳思懷啊 這才是真正危險之所在嘛 所以很多人說 為什麼國民黨這次名單那麼危險 坦白講 過去我們對於不分區的名單的判斷標準好跟壞 只看一件事 專業性夠不夠 政治組會不會太多 可是這次國民黨連這個都不顧了耶 我們連去挑剔他專業性夠不夠都懶得挑剔了 因為他連統派都擺上去了 這件事對國民黨來說叫做秀下線 過去我們說一個名單要及格 及格是什麼叫及格 不可以有統派人進到這個名單嘛 不可以有摧毀中華民國的人的意識 進到這個名單嘛 上面這是六十分 所謂的八十分叫 這個名單OK之後才去談 有專業性 有理想性 專業跟理想的比例是怎麼樣 結果呢 這次國民黨名單 我們直接連專業性跟理想性都放棍 我們這幾天沒有人在討論 國民黨這份名單專業性不足耶 對 我們都在談有統派 簡單來講這份名單是連六十分都過不了的 不及格名單耶 換句話說 你說民進黨這份名單弄得很好嘛 坦白說 專業性也不是那麼好 可是我認識一些民進黨的朋友 看到國民黨的名單 心中附現四個字 叫做天佑民進黨五個字 認為所有焦點都移到國民黨嘛 民進黨這份名單 但蔡英文受到壓力很大啊 所以也沒有過去2016年2012年那麼漂亮嘛 結果呢 完全不討論 全部都在罵國民黨 那這場這樣要怎麼打嘛 正常打總統大選 國民黨的敵人可能是民進黨 也應該是親民黨 可是這次國民黨的敵人 怎麼變吳敦義跟韓國瑜呢 所以說剛剛小君姐講那個民調很清楚嘛 一邊是蔡英文 他個人支持度四十幾趴 四十五趴 遠遠超過民進黨 二十五二六 可是他一個人在拖著民進黨 不要讓民進黨崩盤 再撐著民進黨 另外一邊 韓國瑜二十五 我們的國民黨也二十五 兩個在比爛 兩個人都比爛 沒有說誰撐誰 你要嘛 韓國瑜就當個稱職母雞 來把國民黨撐住 你要嘛 國民黨就當一個稱職的 浮選的政黨 把韓國瑜撐上去 兩個沒有耶 吳敦義跟韓國瑜 誰在比誰下線秀得多 兩個人就在爭搶 國民黨最後的剩餘價值 沒有人去思考 國民黨的下一步是怎麼樣 國民黨後二零二零的生機是什麼 國民黨的社會形象是什麼 完全沒有 吳敦義想的就是 怎麼樣把我的人馬 盡可能排到這個名單裡面 韓國瑜想的就是 我怎麼樣盡可能消費國民黨 凝聚我的韓粉 未來去搶奪國民黨這個政黨的 黨主席的權利 沒有人在思考 國民黨的改革再造 國民黨的下一步 國民黨的未來 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為什麼蔡英文可以一起之力 撐住民進黨 而國民黨跟韓國瑜兩個 在比爛的原因